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星期一的一周收视 按照飞天爷爷的传统是星期一做的 但今天我已经做了两集节目 再做一周收视三集节目的 就是自己打自己之后再打自己 一般来说都没有好下场 但按照录先吧,稍后才决定 到底何时放出来呢?这一集 好了,今天按照旧 都是根据CSM 媒介研究及 Ulboro 收视资料显示得来的数据 上周的收视,我印象之中是真的不错的 整体都OK的 起起跌跌,起完之后 今周就跌了 差在是哪个跌得更厉害 哪个跌得更厉害 好,我们来看看上周到底哪个节目是收视的冠军 都不用怎么猜了 倒是他,东张西望 上周有什么故事呢?豪宅山菇 哈哈 我真是想到想不到这件事 他的收视最高 跨平台直播收视有23.1点 150万观众 比上一次跌了2.3点 好了,处境剧 外回家的开心速递 刚刚这个星期有石仔加入 最高收视是20.5 133万观众跌了1.5 我一直都希望 外回家的收视可以有二字头 因为一直有一段时间 长期都好像站在19左右 确实上不到二字头 这次跌下来还有二字头 也算是这样 接着有 石斯曼临峰的家族荣耀之继承者 最高收视有22.6点 147万观众跌了1.6点 今个星期就是结局周 不知道会不会升上去 接着我相信 很多人都很好奇 很关心这个节目 就是繁花 繁花上周有19点 也算是 我不可以叫做打破的 就是比较少有点 9点半这个时段 不时的收视都是低一点 大概是15点左右 上上下下的 今年暂时来说 这个时段最高收视就是神奇小字 始终我相信看电视 轻松一点的剧种 应该会相对吸引一点 至于繁花的口碑真的不错了 或者这么说 别说不错的 有些人跟我说 不好看 看不明 比较两极一点 到底收视这个星期会怎样呢? 都挺厉害的 跌得也挺厉害的 跌了有4.4点 差不多是人家两部剧加上的数字 14.6点 95万观众 发生什么事呢? 我自己计算 第一个星期会不会宣传上的公势都挺厉害呢? 很多话题 广东话、不广东话、上海话、国语之类的东西 说了很久了 大家都好奇到底这部剧有多神奇呢? 所以会不会吸引到人 第一个星期去看看吧? 好了 看完之后 王家卫这部剧 一般来说 都会说 头那两集 就看你决定定生死了 到底会不会继续追下去呢? 我之前也说 几个月前我看了头两集 当时很多网友就说 好看啊 不过 最初你要惹一惹之与处理这些东西 当时我都说 其实王家卫那些我可以的 我不抗拒的 只不过有其他剧看的时候 我放下了 就一直都没了一件事 到今次的时候 我看到 反正都没有广东话 都不用那么急 后来又是奥运了 奥运如果我不看比赛那些时间 想摄下看其他东西 那我就开回《樊花》来看吧 上个星期 今天我收到个朋友的WhatsApp 他不知道在哪里看了一篇文章 他只是CAP了最后一段 一小段让我看 就是这样写的 值得一提的事 有网友在前两集播出事 炮君王家卫的罪事方式 害过胡歌 啪啪啪啪啪啪 一堆艺人名 的角色风采 但现在全剧播完往回看 第三集就开启的烧脑 双战让人热血沸腾 前两集的忍子 反而更好带出后面的双战争夺 与一男三女的复杂斗割 王家卫以坚强实力 直接打点前两集戏剧的观众 是不是还我呢? 但是我这位朋友就调回来 他看了些少之后 他就说 一个星期就已经播了三十集的繁花 他说 没有东西说 必看的 不好意思 我未经你的批准 我读了你的WhatsApp 这些会不会一个个别的例子呢? 我自己想 今次说繁花第一个星期有十九点 很意外 其实我也很意外 我开始想 顶楼都可能是十五六之旅 没有想过去到十九点 但是去到第二个星期的时候 就跌到十四点多 发生什么事呢? 除了刚才所说 就是第一个星期的宣传 话题 引起大家好奇 看看什么了 看完之后 喜欢不喜欢 没得改变的 所以去到第二个星期的时候 才开始见真章 这真是个别的例子 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不是说非天爷爷在这儿兜 不时 只不过我看到我朋友WhatsApp的时候 我就想到 会不会有其中一个原因呢? 而我亦都相信 这个小众的原因 就是看了些少之后 很棒 我反过来很喜欢 但是现在要看繁花 根本就不需要等TVB播放 不需要经TVB 直接上网 我就已经可以看完 所以我这个朋友 可以一个星期里 就已经不经TVB 看完三十集的繁花 如果有这批观众 那便会影响收视 虽然说 他们未必是 那一千个家庭 即是计算在内的用户 但Yoblora Yoblora收视的资料税 就是大家用上网 大家用串流 都有机会收集到数据 可以计算到 显示在收视报告上 所以 这会不会有其中一个原因呢? 亦都很坦白 我都说 我为什么要在TVB看繁花呢? 除了我很喜欢那些不灵计 一般来说 当然TVB这个平台 有些事情 网上是没有的 唯一就是广东话的配音 我不是想再和大家争拗到底 原音不原音 因为这些个人的喜好 我们都要看回一个 很现实的客观条件 就是我选择你这个平台 你一定是有些事情 跟别人不同的 不是再要去争拗到底 我追求原音不原音 而是若果你提供多一个 别人没有的服务的时候 我可以选择 我想看原音的话 我依然可以看TVB 只不过我按过去 我要看国语版就可以 按过去听上海话也可以 但起码我去到TVB的时候 我有一个选择 就是我有广东话 而广东话版本 只有TVB 只似一家其他平台 就算这一套剧 在内地 两三个平台 都播完 都好 我都一定要来TVB 我才可以看到 起码我追求 或者我希望看到 广东话版本的观众 可以满足到 也真的有这样的需求 我们有时都要客观点 不是我自己喜不喜欢 你说原音也好 配音也好 两天我也可以 但有时候 如果有些观众 我真的需要 或者我真的喜欢的话 你作为一个平台 你要在市场竞争的话 当然有一些东西 你有 别人没有 你才吃香 但今次这个冒险 真的太冒险了 虽然王家卫 是要求 或者想保留 一个国语 一个上海话的版本 有这样提出的话 OK 那TVB就满足王大道 同时也要符合 电视牌照的要求 这件事之前有一集节目 就已经解释过了 就不在今集里再说了 到底TVB 今次的决定原因 是为什么呢 我查过电视 其实可以选择到 有三条声轨 现在TVB 用了两条 到底第三条 其实是用不用到呢 这个技术上的东西 我就不太知道 但我心目中的原因 我仍然是相信 因为成本的问题 另外就是说 其实过往 不提供广东话版的节目 其实都有 例如 就是无限超越班 其实这个节目 那个收视 反应 其实都真的挺差 那会不会都可以反映到 大家看翡翠台 其实怎么也好 都希望可以看到一些 广东话的节目多一些呢 始终你没有一个正正式式的调查 其实很难去知道 到底我看翡翠台的观众 他们是想听原声的多一些 第一个说 都期望会有广东话版本呢 就算广东话版本以外 今次都有两个 即是有国语 有上海话 纯粹看网上的留言 未必可以作准 始终有些人真的不喜欢发声 不喜欢留言 但你又不能忽量到他们的存在 或者他们的市场价值 总之今次都是TVB 一个很好的参考案例 是不是好像撑到很远 去了大西洋 其实我们的收视报告还没完 还有很多节目还没数 还有很多东西还没说 好了 我们回来了 繁花之后 有方力申、王翠玉的拍档厨房 最高收视是10点、4点 跌了2点、1点 好了 接着有全新的节目 就是玩转心中懒人包 上周首播最高收视是10点、1点 65万观众 即是一般 我之前在Facebook都说过 印象之中是见过这个节目的广告 但做完做了 我都不想起 其实看一些广告 那些节目 内容太过千篇一轮了 其实印象的存在感 好像不是很高 其实这个星期 也有另一个节目 有同样的问题 稍后就会说到 好了 到星期六又怎样了 May Yen 小喇叭的加长版 即是今季 或是今集的May Yen 小喇叭 最后一集 最高收视是16点、7点 108万观众 真是不错的 如果硬在同时段 和上周的谭暉志演唱会比 这个时段May Yen 升了2.1点 终于都有一个节目 是升的了 好了 接着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存在感不是很大的节目 就是王祖南主持的众艺 《一条麻甩在东莞》 之前说是麦包的 《一条麻甩在广州》 现在去了东莞 最高收视是12.1 78万观众 成绩就一般一般 同样地感觉也是之前那类 所以我觉得 TVB真的要考虑一下 想清楚 拍这一类节目 其实会不会太重复 感觉 即去的地方 尤其是欧陆 所有的东西 会不会太近似呢? 好了 接着就是福禄寿训练学院 最高收视 这个星期有18.1点 118万观众 成为上周周末的收视冠军 升了1.8点 接着这个节目 我和《繁花》也有关系 都是想推推它 就是一路繁花 收视有14点 都可以 91万观众 如果和上周的《紫山药理》 升了0.8点 都比没有 接着就是2024年TVB年终节目 巡礼 最高收视是11.8点 76万观众 看《巡礼》里面的剧集介绍 都挺吸引 而且我真的很期待《彼之殿下2》 看完《陌生》 我更加想看 希望快点可以看到 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 另外一个频道 《使者让的飞天爷爷》 连结在今集节目 结尾画面左下角 就会看到 记得订阅 Hello! 假如你喜欢《飞天爷爷》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但假如你恨死飞天爷爷 和他的话 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了 订阅后 记得按下小铃铛 下次有节目更新 就会通知你了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 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 可能被拉黑和删除留言 敏一被《飞天爷爷》 措手杀错良文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 是无法救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 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